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战斗 罗仙尼紧紧描住李锦亮的脖子 李锦亮则一直在做着相应的动作 渴望能够稍微解脱双方持续的纠缠 比赛的铃声响起 李锦亮坚持下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时间 而是对后方胜利的渴望 只要能够避免被击倒 他就有胜利的机会 这展现了中国人的坚强意志力 经过短暂的休息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双方开始进行简单的试探 随后 罗仙尼借助组合拳的眼铺 试图痛击李锦亮 然而 李锦亮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 他巧妙地化解了危机 双方之间的换拳持续进行战 在多次组合拳的较量中 罗仙尼开始有一些轻微的晃动 李锦亮找准了时机 将对手摔到地面 并试图使用断头台技术制服对手 此时 李锦亮死死地勒住罗仙尼的脖子 局面已经形成 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30秒钟 等裁判过来检查时 罗仙尼的手臂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裁判急忙终止比赛 这场战斗让李锦亮再次站到了大家的面前 美国拳王罗仙尼再次遭到了重创 如果裁判没有及时阻止罗仙尼 他可能已经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托马斯范在第二回合的一分11秒 终止了这场比赛 恭喜李锦亮为中国勇士赢得了一场胜利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在评论下方分享你们对此的看法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我们点个赞 下期 我们不见不散